市长薛佳平表示,安全毒品注射屋从来没有成为万锦市议会的一个议题,并称提出这个问题就像是说在万锦市新建一个核电站那么荒谬可笑。 他重申,万锦市没有那么多瘾君子,所以没有必要设立毒品注射屋。 不过关注这个问题的一些华裔市民则在现场质疑说,市长所说的只是现在不需要而已,并没有承诺未来永远不需要。 我们万锦市现在是没这个需求,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保证,这个将来永远也不会有这个需求。 多伦多市议会早在今年7月通过了在市中心设立三间注射屋,与之宁静的一些万锦市居民担心,毒品注射屋也会出现在万锦市。 对社区和房价产生不利的影响。 区内的保守党国会议员Bob Soroya、蔡宝国于9月10日举行有关注射屋的原作会议, 并在9月底趋行给万锦市议员,要求他们承诺反对任何设立注射屋的建议。 然而组织日前这个座谈会的市议员何胡锦,则指责蔡宝国无中生有。 他觉得如果把他的名字传到华裔社区,他就出名了, 因此就无中生有地把一个议题拿出来讲。 位于多伦多北部的万锦市市区内的华裔市民占40%以上, 他们基本上是过去这三个月来关注设立毒品屋的主力军。 奉会记者腾龙琴在多伦多报道。